車輛開過漸起水花 明明是大晴天 怎麼地上積滿了水 原來地底下的自來水管 破了個大洞 那是先噴出來 它噴出來 噴出來之後 後來水下來 然後整個路況就變成這樣子了 18號早上6點 管線突然破裂 不斷冒水 相關單位趕緊前來搶修 馬路正中間 用三角錐隔出空間 挖土機加緊趕工 這裡是台中市南區 負行路與正義街口 當地自來水管線設置將近40年 再加上最近氣溫變化大 老舊管線承受不住破裂 附近700戶住戶無水可用 台水說預計下午5點前 11個小時之內搶修完覆水 絕對不會影響到過年 只是適逢農曆年前最後一個週末 民眾大掃除 無奈只能被迫暫停 記者成果二王一超張志凱 台中報導